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跟各位同学介绍 电脑软体应用以及学科的工作项目1 51-100题 好,那我们知道电脑的CPU 输出的控制传输是由BIOS BIOS就是电脑原来烧在里面的记忆资料 它可以做来启动的时候,来检查电脑是不是有 可以启动或是故障 所以它是输出输入是Io Input Output 基本的Input Output System BIOS BIOS是烧在里面,电脑开机那一颗晶体 52题 那网际网路连接是全球新网路,我们真正叫网际网路 这个很简单 第53题 搜寻里面何者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我们看一下 区段搜寻法 记起来,搜寻法是不正确 不正确在哪里 它是把它分了几个区段以后 再由区段去搜寻 知道吗?不必要先搜寻好 不必要搜寻好 不必要去搜寻好 所以它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先把它切割几个 几个区段以后才去 针对那个区段去搜寻 就很快就可以找到 那要不要搜寻?不要 先不要排序 不用 区段搜寻法 所以它不正确 好 再来 载入程式的功能 哪一个不是载入程式的功能 是minding 紧接 紧接不是载入程式的功能 紧接是一个像 定一个参考值 reference 那个工作 一个程式 所以它不是载入程式的功能 那怎么记呢? 载入的时候要很顺序 所以很紧的把它绑起来 不是载入的那个 不是载入那个的功能 紧接 记得 紧接不是要去程式的功能 这样记比较好记 好 下列合走正确 一个分时系统一定是 好 是多程式的 一个分时系统是多程式的执行 好 这怎么记呢? 就记分多经 分多经 分时系统也是一个多程式的执行系统 分多经 分多经 分时多程式执行 正确 分多经 分多经 好 好 再来 作业系统持续程序的排序不属于 不属于 不属于一个 process scheduling的方法 不属于 那哪一个不属于呢? 就是说 是竞赛的condition race condition 当然不是啊 race就是比赛 那要顺序还去比竞赛 那就不对啦 race condition 好 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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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记起来 race race不是啊 race的condition 处理的程序 程序的方法 race race 比赛 竞赛就不是 CIO的设备为何 就是做OS OS OS 负责管理的是作业系统 OS IO的设备 几设备 为何管理 管理 管理是OS 作业系统 OS 好 再来 网继网路里面 哪一个不是他提供的功能 不是网继网路提供的功能 线上交易系统是套装软体 线上交易系统 所以不是 不是他那个 所提供的 提供的 的功能 OL OL 不是网继网路 提供的 交易处理的功能 OL OL 记得OL 好 那全球资源 线上采取什么架构呢 它是CLINE SERVER的架构 CLINE SERVER CLINE SERVER CLINE SERVER 伺服器 你有看到伺服器 你要 你要上线去查询资料 或是说 那个游戏 就伺服器 所以 你要记得全球资讯网这里面 你要记得一个伺服器 游戏伺服器 CLINE SERVER CLINE SERVER 好 那快取记忆体 Cache 快取记忆体 是什么 可增进程式的 折行速度 因为我们讲过 Cache 是在CPU旁边 快取记忆体 Cache 快取记忆体 跟增加程式的折行速度 增加程式的折行速度 好 在结构化程序 的缺点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很结构化 所以很浪费空间 浪费空间 好 六十二题 或者不正确 好 我们知道 载入程式可以执行成 可以把它转换为程式 载入只是把它载入而已 可不可以转换成执行 不可以 不可以 载入是把它载入 怎么可以将它转换呢 它只是载入而已 没有把它变换 不可以 好 再来 设定使用者的IP Address 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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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 叫动态的host configuration 跟protocol 就是动态的一个 设定IP的一个 那个协定 动态的 那个协定 所以有DHCP 好 怎么计呢 怎么设IP Address IP Address 自动设定 因为它要自动设定 所以 它的CP值很高 CP值很高 CP值 把它记起来 CP值很高 CP值很高 要记来 CP值很高 所以自动设定 CP THCP CP值很高 好 再来 儲存的功能由哪一个单位来执行 資料儲存 当然是由GET GET 再來 存取CP值 Ccore Server 或者是AXS的 的界面是哪一个 Ccore Server 跟AS的 資料库界面 我们要去找资料 要到哪里找 那个 W的Server TripleW 資料 我们要找资料 到网 自己网路上面去找 好 找网路上面去找 所以 TripleW TripleW 好 好 再来 载路程式 何者正确 现在是告诉你 载路程式 什么都正确的 他是把目的程式 载路到里面 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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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到 题目就知道答案 载路 好 是正确的 载路 好 再来67题 资料库的结构 哪一个不是 哪一个不是结构 星状网路 星状是网路 不是资料库 好 再来 IE使用减少 连外的呼和 哪一个 那是就是设定 Polacy 设定 Polacy 再来 哪一个 可以让你IE使用 减少 连外的呼和 哪一个 那是就是设定 Polacy 设定 Polacy 设定 设定 Polacy 设定 设定 Polacy 设定 Polacy 设定 Polacy P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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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设定就可以了 先前的设定你就可以减少它的符合,PRO,SY,PRO,SY减少它的符合 先前就定PRO,PRO,先前设定你就可以减少它的符合 好,再来PC的汇流牌哪一个是错误的 我们知道汇流牌有控租牌,控制汇流牌 那个资料汇流牌跟位置汇流牌 控租牌,控租牌有三个,控租牌 好,那是哪一个是有错误的 那资料汇流牌跟位置汇流牌的长度是一样的 这是错的,资料汇流牌 资料汇流牌是指我们电脑的几位元就是长度 那位置汇流牌是代表记忆的空间有多大 这是你的几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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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那这是几位元,这个几基几基的空间 记忆体空间,所以长度当然是不一样 所以长度毕竟是一样 再讲一遍 那个汇流牌有三个汇流牌 控租牌,控制汇流牌,资料汇流牌 还有位置汇流牌 那资料汇流牌是双向的 就是我们讲几位元电脑 那位置汇流牌是指说它的记忆体空间 它是单向的 命令的指令下去就是有多大的空间 在这边可以流通对外 所以它是单向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它两个的长度是不一样 所以再呼吸一遍 好,其实下列何者错误 错误的话 就是动态记忆体 动态记忆体消耗功率比 那个随机 记忆体 D RAM比S RAM大 是错的 那要怎么记呢 那因为D RAM是 D RAM是用那个 那个 那个振环器 D RAM是用电容 D RAM是用电容 S RAM是用振环器 那我们知道D RAM它电容它会 那个理想的电容它是不损耗功率的 那D RAM它是要一直维持 S RAM是用振环器要一直维持在里面 那从这边看是 它是比较消耗功率 那个S RAM是比较大 因为它是用振环器 然后D RAM它是用电容 电容它电容 理想的电容是不消耗功率的 不消耗功率 好那这样子是 那个哪一个比较大 S S RAM 那你可以记 S Super 大以D S Super S大以D 那这个是错的 应该是D大以S 这个就错了 所以D RAM消耗功率大以 这个 这个要稍微要记一下 不然会记错 因为这个比较不好记 因为它有关于D RAM D RAM是用电容 S RAM是用振环器 它是在考电容的消耗能量比较低 低低低 可以这样记 D RAM低低低 比较低 比较低 D RAM比较低 D RAM比较低 好 这样就错了 D RAM比较低 把它记起来 D RAM比较低 OK 好 再来以太网路的T 合作错误 好 双脚线 它就不用50欧姆的 不用50欧姆的电阻 所以你就记T50就好了 这一题答案是什么错误 T50 50cc的T50是错的 T50是错的 C5T是错的 好 很简单记起来 T50是错的 好 非同步的传输谋是哪一个错误 那同步就是要怎样 那个要 不同速度也可以相容 那是不同 不同 它是错误的 不同 不同也可以 不同也可以 非同步就是不同也可以 这看到题目就知道答案 那路由器的叙述何者错 路由器的Router 你看一下这是错误的 路由器 路由器它就是 那个可以自动选分配IP位置 所以它无法取代前接器 桥接器 任何人都可以取代 Gateway也可以取代它 取代它 桥接器已经快要淘汰了 现在公司都不用桥接器 直接接路由器跟Gateway 所以桥接器记得桥接器要被取代它写无法取代是错的 再讲一遍 现在的桥接器在慢公司都不用了 功能都被取代了 这样子桥被取代了 桥被取代了 桥被取代了 好 怎么会是有图文冰茂 每天上YouTube 就是多媒体 当然可以 用于 那电子邮件的协定 这个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 那我们电子邮件的协定有两个 一个是send 送出去 send message的TCP 叫做smtp smtp sm 那收的就是post p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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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3就是收 邮局 post post 那个邮局就是post post name post name 邮差 好 就是收信 寄信就是sm 电子邮件有两个 寄信是smtp 那 那收 收件的话就是pop 它有两个 其他都不是 电子邮件 再讲一次sm 寄 pop3 就是收 记忆提供储存速度最快 速度最快 当然是硬碟 硬碟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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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碟负的持续 那我们现在的硬碟用一个叫做固态硬碟最快 固态硬碟最快 SSB 固态硬碟 知道吗 你要现在买的硬碟 说了 要去换固态硬碟 速度会增加两倍 好 那爱意浏览全球资讯网 Triple W的时候无法与网域名称连接 那就是什么问题 就是DNS DNS 去检查的错误 去检查这个DNS的伺误器 因为我们知道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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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这是我们的IP 那我们对照来就是我们的 www.yuda.edu.tw 就是这个就是网域的名称 两个要有对照起来知道吗 对照起来是在DNS 就是donateName那个server里面来设定 donateName 怎么记呢 连接IP DNS DNS 没有DNS 就没办法来做这样的设定 所以网域名称连接DNS 网域名称 Name 这边一个N就Name 名称Name 所以就是要接donateName 网域名称叫donateName DNS 有看到一个N就是了 DNS 好 再来 www的叙事 现在哪一项是正确的 是哪一项呢 我们知道网际网路 图文资料都可以 图文资料 声音影像都可以 这是多媒体也可以 好 执行副程式.asp的是怎样 应该要有一个执行程式 看到程式 执行程式 就选他 这样 3执行程式的伺服器才可以执行 程式伺服器才可以执行 那我们看一下八诗题 C口程式与指令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我们看哪一个不正确的 就是 insert insert 这边有点错 into into table1 这个 这个少一个value 这边少一个value 那老师把他打 这边把他打上去 这少一个value Value 少一个Valu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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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这个少了这个 这个假如没有这个就错的 没有这个就是错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错的 因为他少了这个东西 知道吗 他少了这个东西 他少了一个value 他少了一个value 所以他是错的 知道吗 他是错的 insert vable 要给value 好 所以他是错的 少value 不正确 好 insert 少value 不正确 好 何个装备就是输入资料 哎呀 这好简单哦 就是滑鼠 好 第82题 接收 接收 POP3 POP3 刚讲过 接收 POP3 好 83题 SMTP 伺候器 寄信 地线 send message 是指哪个数据 是什么 寄信 send message 寄信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刚讲过 一个是寄信 一个是POP3 是收信 好 再来 去不到 TCP是哪一个pode 80 80p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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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要计器啦 80pode 那这个 主机的要加一个8000pode 要怎么设定呢 plusit pode 要怎么设定呢 加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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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加冒号 有人要 有人要给你8000块 就要有礼貌 要加一个冒号 加一个冒号 好 开机时 荧幕 显示 灯一定亮 那荧幕无法显示 是什么 当然去检查荧幕啊 不要去检查什么 跟键盘没关系 所以 不要检查 不要检查是键盘 跟键盘有关系 没关系 去检查荧幕啊 主机板啊 显示卡 不要检查键盘 跟键盘没关系 好 再来 拆装电脑时要怎样 拆装电脑时 当然要先先关掉电源 跟关掉电源 这基本的尝试 网记网路 把它分成好许的封包 许多小包 那小包 不是他主要目的 你把它分小包 会越快吗 当然是不会啊 小包哪会越来越快 把它分小包就不快了 所以改 他不快是速度 速度 速率是效率 对不起 这个 这边有点 讲错了 速度 我以为是速度 好 传送速度 那个时间会较少吗 分小包 消耗的时间会更多 但是他会 加快他的速率 速率是指他的效率 效率 效率会增加 这个是对的 好 时间会变 多 消耗的时间会变 多 这一提是 变多 位置会流牌 位置会流牌 我们刚才讲 位置会流牌 就只能命令出去 不能回来 只能出去 下命令就出去的 不能回来 资料会流牌就双向 好 电链关机后 机体 机体不会消失 机体不会消失 ROM 对 BIOS 基本的 ROM 烧在里面的 不会消失 BIOS 就是 ROM ROM 就是可以烧在里面 不会消失的 好 结构化 层次设计 才所用的 基本结构 哪一个不是 好 采用的基本结构 有三个要记起来 第一个 那个 循序选择重物 循序选择重物 循序去选择重物 依照顺序去选择重物 都是 循序检查 选择重物 这个要背起来 不是的就是 挑要 不是 循序 选择重物 循序检查 选择重物 这是 基本的架构 结构化程式的一个架构 何者不是 数据通信的传输媒体 这个很简单 就是 数据基 不是 其他的都是 那 传输的媒体 这是 光纤 同轴电缆跟双脚线是有限的 红外线 微波 那个是 那个是 属于 那个无限的 属于无限的 好 这个 所以数据基不是 好 在资料通信中 为了避免资料被窃取 要做什么 当然是要 做加密 加密 防患 防患就是加密 防患就加密 避免被窃取 就是资料加密 好 再来95题 95题 IP的位置有多长 32位 那我们知道IP是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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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所以是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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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8就是32 4×8就是32 好 OK 好 下列核者不是PEC的功能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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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要很快 容量很大 很多 HORGE 跟指令 跟它配置是没关的 跟它配置没关 配置方式 无关的 不是 的功能 3个都有 配置 跟它没 放哪里有什么关系 這個不是关系 好 9.9.8.9.113.8.8.8.9.9.10.1 下列序许是何有错的 没办法来表示的 所以说十进位的小数 都可以用二进位来表示吗 不是 不是 所以你怎么记呢 那个 记十进位的小数 十小二 十小二 小二是错的 小二啊 十小二 十小二 十进位的小数 可用二进位 十小二 十小二 不错的 把它记起来 不然你会困了哦 一定要记十小二 十小二 不然你会跟其他很容易混淆 因为二进位会很长 所以没办法 没办法让容量来放置 是错的 错的 因为它有一些是 要出不进 出不进的数字 好 OK 再来 考虑正务号 1的byte长度 最大值多少 那考虑正务号 那一个byte长度 最大值就是 127 127 127 那就是111 111 111 最大就是 127 127 那 127 最大就是 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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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128 好 所以说 它最大就是 127 好 再来 不考虑正务号 因为它有正 正的是 127 那户的以下 从零 你开始户的以下 是128 128个 所以说 总共最大值 最大值 就是多 全面就加一个1 对不对 多一个嘛 不考虑正务号 就全面多一个位置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 最大值就是 255 25 好 不考虑正务号 应该这样记 多 不考虑正务号 就多一个格子 多一个格子 多一个bit 所以它多一个bit 就是 变多两倍 多两倍 但是因为中间的 那个 那个 正务号 会少一个 所以说 会等于255 好 第100题 呼叫 户城市 呼叫户城市 呼叫城市的位置 哪一个 是stack 那这个呼叫城市是 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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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出 堆叠 堆叠 所以我们只有 堆 选堆叠 stack 就是 我们就想到呼叫的话 就呼叫 货轮 货轮 他就是用堆叠 堆叠 我们叫做stack 是呼叫货轮 stack up ok stack STSK 这样记会比较清楚